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哪 这根本就像个无穷无尽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写完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是尽我们这个的力量 暂时把它切割成小块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事情的起源是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下面留言 我们觉得他留言留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这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让我们写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稿子来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他这个问的问题是非常宏观 然后非常广阔的一个方向 他这样说 他说 请问圣经里有关于保守派左派右派的话分吗 基督徒是哪一派 基督徒是哪一党 耶稣会支持哪一派哪一党 这些问题问的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的 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集节目完全回答完 因为我们既然想给大家一个比较详细的 比较细致的答案的话 那其实这个细分起来可以讲到很多东西 那所以 其实我们做这个频道就是为了要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对 我们做这个频道其实就是为了要讲说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 因为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然后或者是基督徒不知道自己的命定 还有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怎么去活 然后不知道政府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频道 很大一部分是就是要告诉这些的人 甚至告诉教会 甚至告诉现在那些牧师说 为什么你们要跟随圣经 对 就是或者是什么叫跟随圣经 很大一部分人会认为说我们啥也不做 就是跟随圣经 但是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解释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 觉得跟大家来讨论几个应该了解的概念和定义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左派是什么 那他们都支持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叫做左派 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们怎么一直骂左派啊 基督徒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把人分包分派去骂人呢 我们要先了解说左派到底是什么东西 左派支持的就是大政府 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控制管制 政府可以帮助人民公平的分配资源来避免浪费 雇主的压迫跟创造出来的结果是平等的 左派人认为说人都是自私的 如果有私有财产的话 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 为了要达到全面的公平 一切就要由政府来促成平等 左派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苦难贫穷灾祸 全部都可以用整合资源跟资源分配 使用政府的力量来统筹劳动力跟生产方向 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认为只要在政府的高层才可以最了解 人民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人民是无知的 人民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东西的 人民是浪费的 例如像说一个家庭他们不需要四五台电视 一个家庭只要有一台电视就好 一个国家不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 全部统一凝聚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人民有义务要这样子听从政府的方针 这样子政府才可以执行对人民最好的政策 政府有决定国家方向的权利 要来做出为人民最好的决定 在一个已经集权的国家里面 人民是不需要有任何声音的 只要照着政府的方式过生活就好 在人民有权利的国家里面 或者在民主国家里面 左派最常用的就是用恐吓死亡 来威胁让人民必须要跟政府 站在同一阵线 而且提倡听话的优越感 来让人民互相彼此攻击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政府就要提倡一个东西 就是危机或是危机感 危机是一个人权国家最好夺权的方式 例如像说新冠肺炎的时候 你人权不重要 你的自由不重要 不戴口罩就会死人 不打疫苗就会死人 你有义务不但要服从 而且还要督促你身边的人 要服从政府 政府可以给你特权 让你可以来攻击 其他不服从政府的人 这样的形式 不只是在近代史发生而已 天主教基督教 当时也有用同样的手法 来利用神的名义 就是说如果你不听从政府的话 你们就会遭殃 或是我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这样造成的东西有东征十字军 英国法国的百年战争 这样的例子好像有点远 我们就来讲一个就是 大家华人大概都知道的例子 中国国民党当时服从领袖 完成革命 蒋介石提倡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 人人有房住 人人有疏毒 反共戒严 最常听到就是 如果没有蒋介石的话 没有国民党的话 你们在台湾早就完蛋了 根本就没有台湾这个地方了 那共产党就没什么好讲的 他们就是最成功的一个左派大政府 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这是跟美国左派的政府 最像的华人政权 他们说要给人民民主 自由 人权 那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对 滥性的自由 杀死婴儿的自由 变性的自由 通奸的人权 反抗基础常识的人权 吸毒的人权 而能带给他们这些自由的人权的 就是他们的民主 只要反对他们的说法就是反对民主 也就是说这些后现代自由主义的人 我们通常简称他们为自由派 他们要的其实是跟共产党一样的 他们要的只是要驱逐 而且消灭跟他们不同意见的人 让所有的人服从 来达到他们政治目的而已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最主要就是 左派他们想要大政府 然后要人服从 这就是左派他们要的一个目的 建造出来的一个政府的样子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支持左派的政府 因为人都是很懒的 人都是不想要做什么事情的 就像你去那种很高级的度假胜地好了 你就是想去那边我就要当王的 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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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全部帮我弄好就好 人是非常的希望可以有一个避风港 你自己什么都不用担心 你只要享乐就好 这就是人的一个天性 那左派就是想要打出这个样子的广告 让大家认为说 他们只要全部听他们的 这个政府的 人的生活就可以变得跟那个一样 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我只要完全照着政府说的话去做 去生活的 我就可以变成那个样子的生活 政府就会给我这个样子的福利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 还有大政府 还有左派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左派 好 那我们会自称说是保守派的基督徒嘛 那保守派跟右派是什么东西 那保守派跟右派又是在支持什么 跟左派有什么区别 保守派是一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出来的词汇 而右派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来的词汇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分的是个人自由 以及回归圣经的价值观 对上英国的皇权的极权主义 保守派要保守的是圣经价值观 保守分别为圣的人生目的 右派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他们当时在开会就是神职人员 还有贵族坐右边 剩下的人全部坐左边 所以说那边就是左派了 那些左派的人就帮那些人取了一个绰号 就说右派或是右翼 right wing 那右派当时就变成了一个权贵信仰 压迫人民的象征 所以透过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保守派跟右派有什么不一样 保守派是美国基督教建国主义 右派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的贵族主义 那现在我们统称被称为是右派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开始称我们自己为右派 这些是左派交出来的 左派称呼我们为右派的 我们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保守派 或者可以叫做传统自由派 那保守派保守的呢 就是个人自由 个人权利 还有个人义务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人生 是我们的事情 只要我们不干扰到其他人追求 他们的幸福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财富权利目标快乐幸福家庭 全部都要靠我们自己来做决定 政府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的义务 更没有能力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人生 右派也是在乎平等 但是不是在乎平等的结果 而是在乎平等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自己的人生来追求幸福 但是条件是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行为而负责 而且责任在保守派里是个美德 是个道德 我们可以自由的追逐性爱 但是如果你把女人搞怀孕了 你就责任要跟那个女的结婚 然后要抚养那个小孩 我们可以自由的浪费人生来玩乐 打电动什么都不做 但是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当我们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为我们自己的责任而负责 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倡教育 为了避免浪费我们的人生 为了我们人生的生活是要有目标的 保守派相信我们只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变得比我们更好 更良善 更有道德 更自由的去创造属于他们的人生 保守派认为说 没有人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 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要用属于我们的自由 来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 写下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 政府最好离我们越远越好 因为以历史来讲 屠杀饥荒迫害压迫 全部都是政府造成的 政府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更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政府也是人 他们只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政府的职责是要来帮助 所有的人在社会当中 有追求幸福跟公平竞争的权利 我们需要警察 我们需要军队 以及宪法来维护我们的人生 但除此之外 我们的快乐平等成功失败 都跟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当政府在侵蚀我们权力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 而且有权力来推翻这样子的政府 例如像说打不打疫苗 是你自己的选择 戴不戴口罩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保守派追求的是法律上面的平等 而且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成功还有选择 你可以不用哈佛毕业 然后你可以休学去做电脑 然后做出来一个iPhone 你可以不用大学毕业 创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电车 成为世界首富 我们不需要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有信仰 有道德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要自己负责 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唯一以保守派的理念 创造出来的国家 就只有美国而已 而现在的保守派保守的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观 简单的说就是保守派在乎的是个人 然后左派他们在乎的是集体主义 那圣经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呢圣经是百分之一百的个人主义 在圣经上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神跟每个人的关系都是独特的 都是个人的都是私人的 就连你太太跟你的小孩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命定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 基督徒常常说的什么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是在讲说你信主了之后 你的改变会影响到你的家人 你家人看到你变好 变得更快乐 活得更有意义 就会对你的神有兴趣 圣经是百分之一百 反对集体主义的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上面说的非常清楚 一个人跟耶稣说 你可不可以以神的身份 以拉比的身份告诉我哥 叫他把钱分给我 然后耶稣说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离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圣经是跟我们说 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要我们自己去自由的追求神 自由的活得更有道德 有律法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变得更富足 那对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堆什么的那个大政府小政府的事情哈 希望你没有迷糊 希望你还没有睡觉 希望你现在还没有退出去 那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好像听起来就感觉离我们很远 对不对 就是说这晚上跟我们到底有啥关系 什么大政府小政府的 这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吗 你还别说啊 这是我们还真能控制得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做一些东西哈 他在去往这个大政府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左派哈 他们会使用很多的手段来促成这样的大政府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现在我们社会中会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才会唤醒基督徒 其实基督徒刚开始说要考虑这些东西或者要维护圣经价值观 我跟你讲刚开始没有人care什么大政府 你信不信 一定 所以我们才会让这个事情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就是好像一个蛀牙 你刚开始看到它表面上有个黑点 你说还算了不管它 然后结果之后你就要直接跑去更管治疗 就是因为里面烂得实在太大了哈 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大概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有疏忽 然后没有人真的太在意说那些事情刚开始发生的苗头是什么 所以导致现在社会会变得这么烂 然后基督徒才发现说我们要介入 因为实在是已经感觉太夸张了 那这些事情就是说他们左派为了要促成这样一个大政府 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呢 这个当然是在每个国家里面国情不同 他用的方式也不同 那现在我们就是讲说在美国这个地方 他们都用了哪些手段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极权的这样一个大政府嘛 那他们通过哪些手段来放到这个社会里面 来去促成这样一个事情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他要破坏你的个人自由 就像我们刚才说说疫情期间 我们居然在美国这方面也有封锁 也有lock down 然后也有这个戴口罩 或者是逼着你打疫苗 很多不是护士啊 这个警察那些人 就是因为不打疫苗 所以就直接把他们开除了嘛 就不让他们上班了 不只是这样 然后政府还说 如果是军人啊 警察啊 只要你是没有打疫苗 只要你是反对戴口罩的 他们就被开除 像那个Vincent Tsai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你仔细的想想 为啥不打疫苗就会被开除 就是我打不打疫苗 跟我工不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打了疫苗不能防止染病嘛 打了疫苗还是照样生病 那你打疫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你如果要是用政府给你的理由的话 其实这样解释 根本就解释不通嘛 你只能是说 对 他们就是要集权 他们就是要从人民这里 去拿走一些权利 那你要明白说 在美国跟在中国的国情又不一样 在中国 其实你要拿走人民的权利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大家没有圣经价值观的基础 然后没有宪法的认识 所以他们大概就说 好啊 而且一直被什么皇帝统治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就啊 你是皇帝那你就去吧 你说什么我们主动都听 当然美国人不太一样 美国人呢 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意识 而且大家比较反骨 大家会说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你这不是要集中政府权力吗 对吧 大家都会想到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个人自由方面 这是左派政府一定要去夺取的 基本上是所有的政府都想要去夺取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断的扩大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断的 想要掌控更多的权力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你如果听我的话 你的生活会变更好 是啊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说 你就别说政府了 在家里也是这样啊 对 你就听我的 我告诉你绝对没错 我告诉你就别穿这个 你穿这个就不好看 你就穿这个 我让你穿哪个你就最好看 对 都会让别人强制去听自己的建议 因为觉得自己的建议最棒 对 所以说消除个人自由 不但是一个政府会做的事情 是我们平常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所以政府去做这样的事情 会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家庭 他们想要摧毁家庭 因为你有家庭的话 你就有私心 你有家庭的话 你就是想要把东西留给家里 我会为我的家庭感到骄傲 会多过于我的国家 国家要的是一个俯从性 是一个人民对他的爱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摧毁家庭 核心家庭 你会更直接看到说 他们在摧毁家庭的方面 都做了很多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就像是说 催促女人说要去堕胎 然后让很多小孩去变性 然后用那些什么 很小年龄的小孩 给他们教那种性教育 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摧毁家庭 而且他们鼓励嘛 就是说你知道 现在很多一股风潮 就说哎呀 其实你也不需要男人嘛 你知道吧 就告诉女孩 你可以很坚强 你可以很独立 你要想要孩子 你直接去精子库里面 拿一个就好了 你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强人 然后你自己生孩子 自己养孩子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 破坏家庭的行为 神当时设立的时候 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然后生小孩 创造了这样一个家庭 你在家庭里面 把男人的地位 给拿走了之后 或者是在一个没有男人 小孩在这种环境里面 长大的话 就会变成很懦弱 然后他不知道 什么是男人的样子 因为他没有一个 爸爸的样子可以学 所以你就看到说 在美国社会里面 黑人群体 他们很多造成 现在什么打砸抢啊 然后没有办法去上学啊 然后把很多女生 弄完怀孕了 直接就走了 根本就不负责任 他们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单亲的家庭 其实很多是因为 这种东西来造成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一个家庭被摧毁了 或者是他告诉你 社会里面 你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做 女人堕胎是你的权利 你那个家里没男人 有什么 什么女人能挺半边田 现在女人就能挺一边田了 你根本就不要任何的男人了 对吧 那这样其实就是 都是一个摧毁家庭的一种方式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啊 像说中国的一胎化 那个时候 一胎化这个东西 是一个政府 可以已经完全 把手伸进去家里面了 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 你没有自由 他要你伸几个 你就伸几个 你如果生太多的话 你要被罚钱 不然他就直接把你的小孩拿去 都不用太多啊 只要超过一个 对 现在要生三个 对不对 一直这样家 为什么 因为这是政府的方向 政府可以控制一个家庭 政府可以控制家庭的时候 就表示那个家已经不属于你的了 对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然后再把我包括什么同性电阵 中国政府的确实在反这些东西 对 但是他们反的原因 是因为 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害的 那为什么美国的左派 会去提倡这些东西 因为这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 是他们可以弱化保守派的人 他们可以弱化保守派的思想 他们可以叫这些小孩 自己起来自愿的反抗父母 然后说 我们不怕你 你们这些老一辈的人 我们有政府在我们背后支撑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每个政府都有 就是自己用的不同手段 因为国情不同 所以他们会选择的方式会不同 但是他们到最后要达成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壮大自己的政府 就好像你以前举过那个例子 就说我开公司 没有人想要自己的公司永远都是小公司 每天只有五个客户来 没有人想要这个样子 你想要把公司做得越大越好 你想要拥有更大的客户 你想要每天赚更多的钱 那对于政府来说也是 因为那些人是什么 这些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 一个职业的选择 他们就是要把政府公司给扩得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不会在意你们任何的感受 他们只会跟你讲比较好听的话 但是做着伤害你们的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很棒 就是政府其实他要做的事 就是弱化所有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独立的家庭 你一个家庭你很独立的 你一个人你很独立的 它是不需要政府的 那个什么 没有国哪有家 这东西只有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影里面 你才会听到 因为那就是一个唬烂 没有国也可以有家 你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庭 一个爸爸妈妈小孩 这就是一个家庭 你根本就不需要说 哎呀中国 哎呀台湾 哎呀美国 你才可以有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一个小孩 对 那这个东西 这个核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要的就是 扰乱这个基础 这个样子 他们就觉得 他们被需要 然后你会需要他们 所以说你刚刚说的呃什么单亲妈妈呀 创造这些东西 然后社会福利各方面的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创造出一群受害者 在那个地方没办法自己自足 然后呢没办法自己工作 所以说我需要政府的存在 需要政府来帮我去压迫其他的人 来帮我们得到福利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就到了我们的正当防卫权 正当防卫权是跟你说的一样 美国每一天都在被 试图要被剥夺 为什么 因为政府最害怕的 就是强而有力的人民 强而有力的人民的时候 政府就不能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看新冠肺炎 那个中国白衣人 冲进去别人家里 指着别人说 诶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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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你敢 对 你敢 你进来几个我开几枪 我说真的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政府人员 我有法律 我有权利 当你冲进来的时候 我就把你打死 这就是美国 我有正当的防卫权 在我自己的城堡里面 所以这样就不会出现说什么 半夜在家里睡觉 门被人砸烂 好多人就进来了 在中国发生的那个东西 把全部人集中在一起 放到一个大巴士 然后带走 然后竟然那些人搜你家 这在美国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正当的防卫权 那政府 左派政府 就是要剥夺这个东西 反正政府 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随便的 allocate你的资产 还有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 他觉得说 我需要土法链钢的时候 你们就全部一起去土法链钢 郭网瓢瓢揪 对 然后他觉得说 我们台湾 我们要全部全心全意的去做晶片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去做晶片 其他我们什么都不管 我们不需要自由市场 我们只要对政府好的东西就好了 我们要做晶片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说 又是服装又是什么什么 我们没办法去跟他竞争 所以说我们只要留一块 这样子让别人 美国 有一天 他们发生什么事 如果有中国大陆打过来的话 他们会来保护我们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政府的政策 永远只是为了他们的延续 那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说到了这个左派跟右派 这样的一个区别 很多人就会问了说 这个基督徒应该是哪一党呢 基督徒应该是哪一派呢 那其实现在美国有两个党嘛 主要来讲两个大党 一个就是 民主党 一个就是 共和党 民主党是共和党 基督徒到底属于哪一党 到底属于哪一派 在这之前 基督徒要清楚明白 说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到底要支持什么东西 我们支持的是党吗 还是我们支持的是派呢 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哪一个党 也不应该支持哪一个派 不是共和党 也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自由派 也不是保守派 基督徒要做的就是 要跟随耶稣 民主党跟共和党都 两党都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支持共和党 不是因为它没有多神圣 它没有多好 事实上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假冒伪善的人在共和党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假冒伪善的人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 非常多非常多 很多人自称是右派的人 他们反而想要的是跟左派一样 他们想要用政府的权力来清除左派 使用政府的力量来去打压他们的政敌 如果要这个样子做的话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跟左派一模一样 说你们都是受害者 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受害者 没有我们的话 你们没有我们这些政治人物的话 你们就完蛋了 然后要求你们要服从领袖完成革命 圣经的确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追求哪个党 甚至是反对我们追求任何党的 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 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完成大使命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追随耶稣 对所以基督徒要清楚的是圣经的真理 就是我们要追随的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是来自于圣经 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来自于保守派 也不是来自于共和党 我们就拿这个堕胎这种事情来说就好了 共和党里面也有支持堕胎的 他们这个是基于每个人不同的道德的认知 有很多人那个共和党里面 也是特别坚定的基督徒 他就说不行什么堕胎我都不支持 但是有个人就说 你堕胎我们还是可以放宽松一下了 六个月以上好像这个胎儿还长得比较像人 之前长得有点像鲸鱼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像人的时候就开始算吧 那六个月以后呢就不能堕胎了 因为他长得像人 但是六个月以前他长得有点像别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杀死 所以每个人他这个道德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你在一个党派里面 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你到底要以党派的基准为基准吗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基准 也没有任何的标准 我们要追随的是圣经 圣经里面说不能堕胎就是不能堕胎 圣经里从来没说被强奸的可以堕胎 讲到堕胎这东西 我最近听了一首歌 他MacDonald的 他里面有一句歌词 我觉得讲得很好 他说你在火星上面的石头发现了一个bacteria的化石 你就说火星上面有生命 然后你在一个在地球上女人的肚子里有心跳 你说那不是生命 It's so ridiculous 就是你没有一个道德价值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这个样子的东西你会相信 然后这样的肚子里的心跳 你都看着他们在这闪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那不是生命 然后你宁愿管一个细菌就生命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道德价值观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那如果要说到保守派的话 那保守派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基督教的价值观 保守派其实掺杂了很多世界上的东西 还有社会层面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作为你自己基本的价值观 我觉得是不能 如果要说基督俗的话 你唯一追求的一个东西 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你可以通过圣经里面的话语 然后去看世界上面的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生活在世界当中 我们要看一些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用圣经的价值观说 我要怎么去理解 我要怎么去看 是要这个样子 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追随哪一个政党 那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就是 第一个他是不是在支持个人自由 因为圣经是支持个人自由的 是不是财富自由 圣经是支持有个人财富自由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使用你的钱 你有一天你要跟神负责的 对不对 然后你是不是支持生命 因为像说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圣经是百分之一百支持生命的 你在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你 然后让你做我的先知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总结起来的话 基督徒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要去支持什么东西的 不是说那个党是什么 不是说那个派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要的 就是要非常专心的看圣经 了解圣经的律法 了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然后去做出这个样子的决定 我们投票不是为了党 不是为了派 是为了基督 根本就不是说 我们这个党赢了 我好开心 他们那个党输了 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基督徒要明白 我们的职责是什么 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有这样投票权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由的发声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时间 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时间 用我们的生命 去给所有的人来讲说 为什么圣经的道德价值观是这样子 包括像我们的频道 也并不是全都是基督徒 我们的频道里面 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信住 但是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结合圣经价值观的方式 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你心里的这个良心 跟圣经的价值观是如此的贴近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好像是对的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 why 为什么 这根源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基督徒的职责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的并不是单单恩典的福音 你很多时候给人讲见证 这都很棒 但是你不能让人光明白见证 你要明白说 基督徒跟世界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 世界人管那个叫女人的权利 我们管那个叫杀人 why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圣经真理的教导 很多人说你们这样分方分派 你是不是就是在骂左派 你就在打压那些人 不是 是因为我不同意他们说的东西 我不同意任何违背圣经真理的东西 因为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富于恶 意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这根本就不可能混为一谈的东西 我也不可能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说 他们说给小孩变性 我支持 我说这是你个人自由的选择 我不会 因为这些东西你迟到游前 要跟神去交账 要跟神去见面 那他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站出来发声 你有没有站出来拦阻 因为意跟不义没有相交 光明和黑暗就不可能相通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恨恶那些左派的人士 因为很多左派里面都是年轻人 他们根本就不懂 他们是被洗脑了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他们也不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就像我们两个之前全都是左派 对 我们没有清楚之前 我们也是那样的人 但是我不是那么激进的 这个会上街去游行的那种分子 那我倒不是那种 但是他们说的东西 我基本都支持 对 因为我们懒 他们那些其实 比我们勤劳很 对 他们可以早起 然后我又不喜欢晒太阳 而且我妈说 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不能怪那些人 因为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那作为我们的职责 我们要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爱他们 我们爱他们 所以我们才要他们明白 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 这些东西是罪 你不可以继续在生活在罪里面 因为我们不愿意一人沉沦 这就是你 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 你或许跟很多人传福音 你说 你看上次我们家车库门坏了 然后就祷告之后 然后结果神就派来一个人给我修 你讲这样的见证 很多人会很喜欢 但是你针对不同的族群 你要讲不同的事情 像这些追求真理的年轻人 他们是认为那些是正义的 他们为什么愿意花上时间 花上代价 跑出去那样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正义的 所以他们不是不追求正义 他们不是说 这事跟我没关系 他们觉得跟他们有关 但是他们只不过认为错方向了 对 就是他们为什么觉得那个正义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正确的 价值观观念的教导 所以这是我们要服侍的目标的人群 就是他们追求正义 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正义 就是圣经里面写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正义 那些害人的杀人的 让人能够掉到地狱里去死亡的东西 你也不要支持 而且你自己也不要走那样的道路 所以呢 像马太福音第五章 神在这里 这个经节是我们平时很经常用的 今天再来读一次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三节开始说 你们是世上的严 严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灶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这节经文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不能再躲在教会的墙里面 神从来没说让我们躲起来 神也从来没说 我的教导 偷偷偷偷的 你就传给我们弟兄姐妹就好 让我们全是去死 对 我们是预定论 我已经拣选你们 那些人我跟你讲 对 我都没拣选 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要做世上的盐 神说了 盐没有味 咋办呢 那就没有用 就丢在外面吧 就像启示录里面讲 说你要做那种不温不火的 那怎么样 我就把你从嘴里吐出去吧 我在这边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妥协 我们绝对不能跟邪恶妥协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只有在美国 种族派被打得乱七八糟 黑人啊 什么什么什么 每个人都说 你看啊 美国就是种族歧视 为什么 因为当时奴役制度被写在宪法里 那现在很多右派的人 很多保守派的人 的argument是 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你没有把奴役制度放在宪法里面的话 美国就没办法建国啦 美国就完蛋啦 那对不对 我们就还是在英国底下当奴隶啊 所以说我们把奴役制度写在宪法里 是一个妥协 是我们为了创造更好的国家 所以我们把蓝图写下来 人皆生而平等 但是我们把这个奴役制度写在里面 造成的 就是之后 你要为这样子的东西打仗 你要为这个样子的 邪恶的东西 你要解释 解释一辈子都解释不完 你要到现在 还有BOM Antifa 每天就指着你说 你们美国就是种族歧视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就算美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 为了奴役 打了一场战争的一个国家 就算美国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废除奴役制度的国家 就算美国在美国的黑人 是全世界的黑人里面 最成功的黑人一个群组 在美国最穷的黑人 比在伊索比亚的黑人 最有钱的黑人还要有钱 这就是事实 就算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是要一直回去讨论 之前所犯的错误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妥协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我们就是要服从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就是要把 我们圣经的价值观 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妥协 觉得说 啊好了 我们接受你们左派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让这个法案 这些通过 不行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不然之后就会付上更多的代价 就跟那时候大卫犯罪一样 他之后就付上更大代价 每一次大卫犯罪 每一次圣经里面的人犯罪 他们之后神原谅他们了 但是他们都还是会付上更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跟随耶稣 绝对不是跟什么左派右派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跟随耶稣 读圣经然后去传福音 好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呢 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那希望你也能够听懂 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哎呦我这样就是太高啊 嗯 我是要往下游 也行吗 太重了 不是因为咱俩身高一样高 但是你上身长 所以做的好像就是比我那个 我都在腿 东北人不是出了一个腿短吗 东北人腿长啊 东北人身体长吧 腿长啊 日本人和朝鲜人 那个身体长 东北人腿长 嗯 你们看 做这个 你知道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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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